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进党也干脆不来了 现场非常的理性平和 所以民进党跑到哪里去了 苏贞昌就在行政院在外面开开记者会也就算了 怎么回事呢 民进党躲到哪里去了呢 为什么放抗霞呢 直接让我们国民党在那边站12次 所以莱猪这个政策真的这么难辩护吗 手机冲真的这么够人玩 没有人愿意帮他打架吗 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陈菊要当监察院长 有没有看到 全武行啊 所有的警察都出动了 把门都挤破了 我们封锁主席台 他们是这样子 爬进来耶 看到人就打 你看到民进党凶得要命啊 他们有人数的多事 然后呢 他们你看 把立法院都拆了 都要进来打人啊 所以一下子很快速的 就把国民党给清光光了 毕竟他们人多又爱打 又好打又会打嘛 泼水啦 战具啦 什么通通都来了 这是帮谁 这是帮陈菊耶 看到没有 哪里有在给你 让你好过的 奇怪了 你看把我们人整个躺出去 有没有一个一个抬出去啊 我当时也是被抬的都受伤 肋骨都快断掉了 为什么我们站了12次 没有人要帮苏贞昌打架 刚刚讲的 有志观察得非常犀利 蔡英文躲起来 终于出来开记者会 定调之后 全面党团给我上 苏贞昌你明天就给我去立法院 还躲起来 这轻轻 这轻松吗 所以民进党现在就要清场了 为什么 给你们也已经讨论三个月了啊 秋冬你们也走完了啊 你以为我们真的会不让莱猪进来吗 你以为民进党会反省吗 你以为川普压错保了 我们会重来吗 通通不会 明天就是打 而且因为民进党的支持者 已经爆棚 已经受不了了 民进党支持者只要 奇怪 你这些委员都会变成小闹闹了吗 为什么 苏贞昌整个隔魁犯那么多错 这么衰 被人家追打 然后民进党委员 通通都不见 通通都躲起来了呢 所以民进党明天很简单 我就跟你讲 打架 明天民进党就是已经 人受不了了 被他们支持者奚落很久了 明天一定要找我们打架 然后呢 就把整件事情的模糊焦点 打架啊 看谁流血啊 谁被打 谁打谁啊 谁会打 谁不会打啊 对不对 民进党不是有几个疯狗型的吗 那个疯狗出闸 沙红了眼啊 见人就打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明天就是记这一招 然后呢 血贱 异常 就把大家给结束了 就这样子 但是呢 国民党也没有那么笨 真的就当沙包 让他们打吗 这场仗绝对不会是明天是滴怠 我觉得人民的反扑 也不会因为秋斗开始或结束 后面一定会延续下去 1月1号绝对不能够让蔡英文 这么轻松的就让莱猪进到台湾 愿意 希望立法院明天这个如果真的发生了混战的话 不要模糊了焦点啊 不过呢 苏院长他的幕僚丁怡明 好不容易呢 到了目前变成发言人 但后来因为梗涂乌址来牛事件 害惨了牛肉面的业者 等于是公然放假消息 有人去检举 刑事局本来说不办 但现在改口了吗 我们来听听看 副局长我问你啊 你们刑事警察局对于 丁一鸣怎么可以这样子公然 就把他吃案吃掉了 副局长是不是你告诉全国拉百姓 如果散布谣言散布不识消息 只要道歉了同工夫妇的 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我们要做事实 只要道歉了就没事 我们要做事实调查 有没有达到这个 你也没有调查 你有调查吗 我们这个案子已经在调查了 有在调查吗 有在调查了 有了 调查结束了 没有没有 还是要传信相关的当事人 有传信吗 现在在传了 有传丁一鸣吗 有 有没有传丁一鸣 这个部分都会 什么时候传丁一鸣告诉我 好可怜 被立委咨询的结结巴巴 我们要请教一下 有这个相较于民众转播影片 就会被叫去查水表 我们警察机关对于我们绿营的官员 其实是是不是蛮友善的 太友善了啦 那不是友善啦 那个就是根本就是副主 我常常讲 一个好好的鸽子不做 为什么要做走狗 刑事局我跑了 你现在看到最近念的这些所有的官员 都已经是我二十年的朋友了 刚刚你看他讲话 那个副局长叫李希和 我想问问问问问他 他以前是针酒队的 他管电脑犯罪的 所以呢 这个所谓的社委法 还有电脑的这些梗图 什么是他管的 他自己为什么坑坑巴巴 因为他人格分裂了 他以前是针酒队出身的 他以前是警政署资讯室主任 这种出身的 所以呢 他知道该违法的是什么 他做多久了 所以案子到他手上 就跟我们采访新闻 到手上 重点在哪里 已经被反应动作了 可是上头就告诉他 这不是犯罪啊 他会不会咳笑 他真的会咳笑 因为他根本不晓得 要怎么告诉大家 你还记不记得 当刑事局局长自己定调 他说没有恶假害 这个没有恶假害 所有社会记者 你知道吗 我们社会记者群组 还有社会记者的某一些聚会 大家全部爆炸了 因为什么叫没有恶假害 我听不懂 第一个没有恶意 他没有恶意 告诉我他没有恶意 他不是故意 然后呢 要把这个原来没有 南克多巴胺 变成有南克多巴胺 这个不叫恶意 这叫不小心 没得好 然后没有造假 他没有造假 结果老板自己拿检验报告出来 说这个是假的 然后你告诉我 这个没有造假 没有害耶 立文姐 你告诉我没有害耶 就是对民进党没有恶意 对蔡英文没有恶意 对牛肉面业者有恶意不重要 那我误会了 可能我的新闻判断不太准 原来是对民进党 那我就承认了 你说整个没有恶假害 所以定调了嘛 但是今天你知道 我告诉你 基层远警怎么看这件事情 这个叫做靠北警察 你知道靠北警察 这个就是所有的基层 在里头用化名 所以靠北警察里面的这些社团 里面的所有人都是基层警察 你看基层警察怎么跟你讲的 请问刑事局 你们到底是不是吃案 警察哦 这不是我跑社会记者说的哦 也不是评论员说的哦 警察自己说自己的长官吃案 是吃了吧 自己警察说长官吃案 还是处事不当 影响警域 事情节重大 为什么 记得几天前 一篇新闻报道 我刚刚讲的这个 没有恶假害 现在李希和 他的副局长 他的副手 跳出来说 有 我们在传讯当中 一条法律 两种解释 局长说 没有犯法 副局长说 有犯法 你要这些警察怎么办 所以这些基层警察疯了 他们现在嘻笑了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现在的现状 所有的警察 根本不知道要该怎么办 没有专业可言 黄明昭是谁 辉文跟我非常清楚 他跟了 朱贞昌 跟了将近20年 他在台北县 当刑警大队长 警示局 现在是他提拔他 小哈 我告诉你 因而从基隆市警察局局长 票刑市局局长 一班警察17年 12年 他2年 哇 好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所谓的查水表 是不是有两套标准呢 好 你还记得吗 在国民党时代 当时出现了这个警察来查水表了 这叫做恫吓百姓搞白色恐怖 不过到了今天 我们前几天听到了这个官员告诉大家说 哎呀 猪农要上街来抗议 我们先去拜访他一下 是保护百姓 这个是我们的善意呀 好 所以呢 白色恐怖是不是变成了绿色恐怖吗 还是其实一点都不恐怖呢 那么查水表是一种善意的话 那当年的警总为什么要被废掉呢 好像有点怪怪的哦 好 那么接下来接受辩论也有双标吗 蔡主席找马英九总统辩论ECFA的时候 哎呀 马总统马上就接受了 好 最近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说 希望找蔡英文总统来辩论一下 莱猪进口的问题 蔡总统告诉他说 江启臣 主席你先去把立委给当好吧 好 再来呢 陈文倩说 你还记得吗 当时想要买系统台的时候 蔡衍明说 我想要买系统台 哇 一堆人跳出来 你是媒体垄断啊 好 所以没有关系呢 当时后来就没买了 但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年代的恋台生也说 我要买系统台啊 结果 鸦雀无声耶 怎么没有人讲话了 好像有点怪怪的啊 好 所以呢 这个陈文倩就说了 他认为台湾的专家学者 向来是两套标准 为政治倾向效力 而且会发明一堆包装的名词啊 好 董志森也说了 那是不是假新闻也有双重标准呢 绿营的媒体报道说啊 连审文耍特权啊 飞机等他等了半个小时才起飞耶 好 结果后来被证实了 这是一个假新闻 但是报道这个假新闻的媒体 没什么事情 好 还有绿营媒体报道说 董志森啊 是郭台铭选总统的核心幕僚啊 董志森就说 董志森不是我吗 我到今天都没有见过郭台铭 我什么时候变成他的幕僚了 我都不知道啊 好 这一家报道了这个世界的绿营媒体 也没事啊 可见这应该不是一个假新闻了 所以是董哥说错了吗 好 所以呢 这一点呢 让大家真的是觉得 哇 好 我们要来问一下辉文了 所以民进党在九合一大败之后 学到了最大的教训 是不是就是啊 要让大家用各种包装的名词啦 想一些方法啦 双重的标准等等呢 让舆论都受到他的控制 就能够拥有政权 所以呢 我们才看到有一堆小编治国 在网络带风向吗 看到蔡政府 现在这个状况 让我不得不怀念阿扁总统 阿扁总统的贪污啊 就他们一家口子 这样贪污就算了 那蔡政府这样倒行逆施 包括刚刚有致提到 这个刑事局整个的崩坏 包括小编的治国 各部会的这个状况 蔡政府给国家的危害 是整体性的 刚刚汉宇提到说 那个蔡总统在检讨 两年前的这个败选 到底做了什么 当时台湾最大董 是投赢民进董 那为什么短短的 这个一年多的时间 到投票的时候 民进党是 狂胜 包括蔡总统八百多万票 然后在这个区域立委 部分区域立委 民进党大获全身 为什么 不是投赢民进董吗 为什么被扭掉了 这个观众朋友 我们千万不能被这个蔡总统 他这个话术给骗 蔡总统说 我们要快速回击假讯息 光看这几个 知道没有错 我们要快速回击假讯息 可是我要请问蔡总统 如果你自己就是假讯息 你看看东洋的乌龙 本来要跟东洋买疫苗 后来就说不买了 搞乱七八糟 还有内线交易的嫌疑 然后现在讲疫苗 说我们有签约了 我们付订金 什么都不能讲 数量什么都不能讲 然后这些东西 是不是算黑箱 之前江苏台商的样本 弄错 弄错就算了 到现在是哪个环节弄错 也不晓得 那你就错了 阴性阳性也搞不清楚 阴阴扬扬 如果政府自己做假讯息 我们这个做监督怎么办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 这个王定宇 他说我们东沙被包围 没事 这个话如果郑立文讲 这是舔弓卖台 他不是乱讲 我们俩会被抓去关吧 东沙怎么被包围呢 前几天 友台三立讲什么 他说CIA的局长来了 结果你没有 就是这一兔来了 根本没这回事 这个新闻如果中天播 我看中天可能要提早关台 什么乱讲 什么CIA局长 这个是标准的 双重标准 然后没有 那种绿色恐怖的生活之下 很多东西都不能讲 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我为什么一直批评 蔡英文总统 他领导的民主进步党 他是民主退步吗 我们现在跟之间比 真的是越来越不自由 我的结论 我希望在2022 因为2022有个9回1的选择到2024 这一次讨厌民进党 不可以花去 也会花去就完蛋了 要把它一直延续下去 到2024 不过疫情又有一些最新的发展 我方的驻美代表处 在25号又增加9个人确诊了 有一个人曾经和驻美代表 萧美琴曾经接触过 因此萧美琴现在也已经开始隔离了 目前全球的疫情真的很严重 突破6000万人感染的新冠肺炎 而美国预估到明年的第一剂 就有1人可以施打疫苗了 我们要请教一下王医师 我们在这个卫福部长陈时中说 我们现在口袋里面 已经有1500万剂的疫苗了 但到底是哪一家厂商呢 现在要保密 不可以告诉大家 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乐观期待 在明年第一剂 就会有人可以打到疫苗吗 这个很难说 因为我们知道 你买到跟拿到是两码之势 我们知道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 我们曾经买到了500万剂的诺华的疫苗 结果那个疫苗是到2010年4月份才拿到 所以买到跟拿到之间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所以千万不要相信说只有买到就算数了 因为这个买到了以后 这个厂商 厂商它跟厂商之间会有竞争 厂商跟国家之间 因为厂商基本上大多数是国家的厂商 另外这个厂商还有跟各个国之间 他们也会竞争 客户之间也会竞争 所以这个东西陈志宗说他放在口袋里 这个我也可以理解了 这个没有问题了 这个一曝光了又可能就什么都没有掉了 但是这中间我看到了一个进步 就是说原来陈志宗的意念 讲的是拿200万剂 结果现在能够高到1500万剂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进步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是全民疫苗 所以要达到4600万剂才可以 4600万剂拿到 所以我们的媒体应该好好地再去督导他们 希望能够往这个4600万剂这样去迈进 而且这个东西不能再忽悠我们了 因为这一次的话 基本上如果我们没有拿到的话 我们台湾的这个边境解封 这是遥遥无奇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